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逆指凉面配料 蝎面条适量 姜适量 熟花生碎适量 花椒粉适量 辣椒面适量 菜籽油适量 白芝麻适量 蒜末适量 生抽两勺 陈醋两勺 盐适量 橄榄油适量烹饪不周一 首先先把花生炒熟 直接满也可以 小火慢炒 炒到皮可以轻松脱落就可以了 切解别炒胡辣二 将切末用凉白开泡半小时三 锅里热油 油温烧到九成热四 炒熟的花生碎装在袋子里 用擀面杖擀碎 放在碗底 接着加入辣椒面 花椒粉 盐和芝麻糊 边搅拌边加入热油 辣椒油就做好了六 锅里水烧开 加入面条煮熟期 煮熟透过凉水吧 加入适量橄榄油拌匀防粘酒 接着调一个凉拌汁 蒜泥加生抽 加陈醋 加辣椒油 都是1比1比1比1拌匀后倒在面条上 加入两勺事先泡好的姜汁搅拌均匀 摇顶 表面撒葱花装饰 一碗香气扑鼻的凉面就做好了 鸡丝麻酱凉面配料鸡腿一个 面条250克 黄瓜100克 胡萝卜100克 绿豆芽100克 芝麻酱3汤匙 清水3汤匙 红油2汤匙 花椒油1茶匙 糖1汤匙 生抽3汤匙 醋1汤匙 蒜3半 香菜1把 鸡精1茶匙 生姜15克 芝麻酱油2汤匙 料酒1汤匙 色拉油2汤匙烹饪不周一 锅中放适量清水 将鸡腿和姜片放入 加1汤匙料酒煮开 撇去敷目 煮至鸡腿熟透 用筷子扎乳没有血水耳 鸡腿晾凉 将鸡腿肉拆下撕成细丝 黄瓜 胡萝卜洗净切成丝 豆芽洗净备用 新鲜切面准备好餐 准备好调料 芝麻酱3汤匙 用3汤匙水对开 加香油2汤匙 生抽3汤匙 醋1汤匙 糖1汤匙 鸡精1茶匙 花椒油1茶匙 红油2汤匙 剁成龙的蒜3半 香菜末式2次 煮一锅水 滴几滴油 将绿豆芽放入废水中烫十几秒 捞出备用 将胡萝卜丝也在废水中超至断生 捞出备用5 另煮一锅水 水中加血盐 滴几滴油 水开放入面条煮2分钟至9成熟 捞出进入凉水中片刻6 面条捞出粒干 用2汤匙子拉油拌匀 这样可以防止面条互相粘住漆 在碗中放入适量凉面 以及黄瓜丝 绿豆芽 胡萝卜丝 浇上适量麻酱汁 撒上些许香菜末 放开 就可以吃了鲜虾凉拌面配料适量 两人粉 鲜虾四支 青瓜一小半 剩余果两个 大 蒜二半 火腿两片 食用油适量 香油适量 味及鲜酱油适量 香醋适量 盐少许 白糖少许 鲜锦剂 凉拌汁适量 黑芝麻少许 油辣的少许 烹饪不周一 汤桌中注入清水 煮沸 加入一勺许用油和盐二 所需配料切好 待用三 将水煮沸后放入鲜虾和火腿片超熟 捞起四 下入面条 大火煮开五 待面条煮的八分熟时 没有白芯即可溜 将煮好的面条捞起 放入冷水中浸泡期 取一小碗 将上述所需的调味料放入碗中 调成酱汁八 将面条捞起 控干水分 放入容器中倒入酱料酒 拌人即可10 将备好的配料食材 装饰在表面即可凉拌 乔麦面配料 乔麦面100克 黄瓜适量 胡萝卜适量 橄榄油一勺 米醋二勺 生抽一勺 糖一茶匙 盐适量 辣椒油适量 小米椒两个 熟芝麻适量 烹饪不周一 准备好所需食材 黄瓜和胡萝卜切细丝 小米椒切成鞋片花 锅中烧开水 放入乔麦面煮熟三 把乔麦面捞出过凉水 滴干水分放入容器中 调入橄榄油 米醋 生抽 糖 盐和辣椒油四 再放入小米椒 黄瓜 胡萝卜和熟芝麻糊 搅拌均匀五 爽口